调料已经给咱们腌制好了 就是比较入味的 你要是爱吃香油 就是爱吃这个辣油的话 你就可以多加一点 进去之后把它吃起来更小 给它稍微拌一下 如果不爱吃辣 咱就不加这个辣椒油 不加这个香油 这个香油它吃起来老香老香了 完了 自己觉得有点没怎么画透啊 馅料里面你们看到的 这个有绿色的红色的 大部分都是公菜和青辣椒 所以这个留到下次吃啊 没花透太硬了 这些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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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吃的 新鮮的麻醬 小麦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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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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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蟹肉捞多了 包括它这个蟹腿里边 你们回家的时候都可以慢慢去磕它 里边都是肉 蟹黄 我觉得你这个蟹肉 有什么脏子 这个蟹肉 很脏子 有味道 我能够吃 也给咱们发的是十个这个小白香果 就是这么大个头 关键它这个白香果 它是那种不酸的白香果 它是甜口的白香果 就整个我从皮当中就跟它拽出来了 一口闷 就是一点酸感都没有的白香果 这个白香果 其实夏天的时候 我就在当地给我女儿买过 我们家楼下那个超市 它是卖7.5米卖两个 就跟我这个大小是一模一样的 它都是套着这种小保温棉的 然后咱家今天给你们做的这个好事 就是15.9米直接发两个 关键是你单独去吃它 一点酸感都没有 它是给你这种就是开口气 然后把它扎在这个口里边 扎进去 然后就下面这个小尖去划它 看就这样一撕就给它撕开了 上面的话你给它再撕一撕 就给它整个它就取出来了 然后这边就可以拿小勺给它拐着吃 一点酸感都没有 我女儿就是直接去吃它 都不用去泡水 这个百香果一定要去尝一尝 它跟它红色皮的那个 完全是不一样的口感 这个是刚刚剥好的 一口闷就行 就是你一点点去吃也行 你怎么吃它都行 它一点酸感都没有 就是很甜的百香果 没吃过甜的百香果姐妹们 你们可以闭眼去冲一下 回家吃吃看 它到底酸不酸